嗯 我觉得我们的月饼是我吃到的最美味的月饼 我要再吃一个 没问题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 我想大家一定都忙着做月饼 今天我叫来了我的好朋友 Sunny 大家好 来教大家做正宗的上海鲜肉月饼 鲜肉月饼肯定是由它的油皮油酥还有内馅 三个部分来组成的 那首先油皮需要的材料呢是中筋面粉 糖 还有猪油 水 以及少许的这个盐 首先呢把这个几样的东西都混到这个面粉里 那我们普通的这个白砂糖就可以 猪油部分呢就是我们是在超市买的这种叫那个辣的 对因为自己熬制的猪油的话 有些时候会有点杂质 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直接都混到这个面粉里 现在我们就把刚才的那个油皮的所有的材料都放到搅拌器的容器里面 我们用这个厨师机来操作呢就是为了更快速的把它的面粉形成最好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没有厨师机的旁边呢可能就是费一点力 但是手油出来的这个状态和机器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对 我们开始的时候先低速的把这个面粉和刚才的那些个水呀 猪油那些个东西先把它混合均匀 然后看到它已经差不多有一点结块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机器换成高速的 像我们今天大约要做16个左右的话 应该要在5分钟到10分钟左右 你看像现在就是有一点点出膜 但是还是不是最好的状态 做这个酥皮的时候不像我们做这个面包 就必须要出这个手套膜 像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现在摸一下面团的这个状态已经是非常的柔软 非常柔软而且不粘手 所以我们现在用保鲜膜先让它休息一会儿 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我们更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鲜肉月饼的油酥部分 油酥部分的配料呢就更加简单了 我们只有两种一个是面粉再有一个猪油 如果有厨师机的朋友 我也还是建议用厨师机操作比较简单快捷 如果没有厨师机的朋友呢真的是不用担心 不管是油酥还有油皮都是可以用手来操作的 可能就是时间需要久一点 然后我们可能会稍微费一点力 但是效果是没有区别的 对我知道Sunny很厉害的 有些时候在旺季的时候 基本上一天要做几百个上千个的月饼 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个大包酥 因为当你就是比如说亲戚朋友都希望你给他提供这个好吃的鲜肉月饼啊 那你就是可能会希望自己一次性能做出来很多 那如果我们像我们平时的那个就是基本上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小包酥的这个做法的话 那可能你会很辛苦 因为以前我就是用小包酥的方法来制作的 油酥的制作呢没有像这个油皮这么严格 它只是说你把这个面粉还有猪油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用厨师机搅拌到这个状态 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在 你摸上去它就是已经是面团是湿湿的了 我已经闻到猪油很浓郁的香味 那我们现在这个油酥部分呢我们要用手把它聚集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个保鲜膜 因为不管是油酥还是油皮 如果说它这个表面开裂了然后比较干燥的话 那可能就不会做出来非常好的一个猪油月饼的一个效果 现在我们趁着这个油皮和酥皮在休息的时候呢 我们把肉馅准备一下 为了让那个肉馅更加美味 我们可以加一点榨菜 大菜和香葱放里面呢 主要是能够去除这个猪肉的这个腥味 腥味 然后我们加入生抽 料酒 老抽的话呢 如果你比较喜欢深色的 你可以多加半勺 加入一点香油 最后我们再加入少量的盐 同样用我们的多功能 厨师鸡 厨师鸡 我们要用这样一个搅拌头来搅拌 我们最后放一下蛋白 然后放少量的水 可以让肉这一部分呢 更多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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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嫩一些 更多汁 其一点黏性 不用放特别的多 先以低速 将所有的材料 搅拌均匀之后 可以改成中速 整个过程的话 我估计也要5到8分钟左右 对 现在这个肉馅状态已经是很完美了 我们现在就加一点油 这样可以保证它锁住香味 同时我们吃起来的肉质的口感是非常的多汁的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里面冷藏大约半个小时 让它在操作的时候更容易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重中之重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鲜肉月饼的猪皮部分 那首先我们刚才这个面团已经休息的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 Lisa你看现在它的这个组织各方面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 我们看看能不能出那个手套 对 这种状态就是已经非常的好了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这个做油皮油酥的方法 那我们就是大包酥 那首先我们把这个面团分成两份 虽然是大包酥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太大的面团和太大的油酥这样混合到一起 所以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面粉的这个量呢 所以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面粉的这个量呢 那我们就把它油皮分成两份 然后油酥呢分成两份 这样进行这个混合 这个撒一点干粉 它基本上是不粘手的 这是我们的油皮部分把它擀平 然后油酥部分 把它放到这里面 像我们包包子一样随便的把它给捏合在一起 对 这和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小包酥的话 做法其实是类似的 只是说这个是先拿一大块油皮包上油酥 而小包酥的方法呢是把它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 那这样的话其实大包酥会节省很多的时间 对 然后我们直上最后就是吃起来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口感效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把它擀成一个长圆的这个形状 尽量把它混合均匀 然后我们依次从中间分三折这样进行对折 基本上这个就能起差不多九层的油酥和油皮 我们把它擀成一个大概长方形的这种状态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这样把它卷起来 它这样的状态实际上就已经进行了又再次的这个分层 把它一定要裹好 同样也是让它在这里面进行一下休息 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吧 我们在卷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刚才三折的那一部分 应该是两头是在这一边的 对就是和它是一个方向的去卷下来 对一个方向的 你不要这样卷了 你又把它反过来这样卷 那样最后混缩的效果就会比较乱的层次 把它卷紧就可以 对一定要卷紧 因为你这样卷的这个过程 它也是在这个面粉起层的这个过程 我已经感觉我们里成功又进了一步 趁面团在休息的时间呢 我们把肉馅分成16份 因为今天我们准备做16个 那每一个差不多是30克左右 30克左右 搓圆了放在盘里面 对 好我们现在这个面团已经休息的差不多了时间 我们现在就开始包我们的鲜肉月饼了 这个我们就不去这样一一的去计量它了 然后这个我们就大概把它分成8个等份 这个就是把两边这个地方进行收口 收口 对 然后把它集中在这个中间 你看它就把这个最光滑的这一面 用我们那个手的虎口的位置 对 对 然后把它收一下 然后往中间一挤 对 这个也尽量擀的时候呢 就是和我们的这个饺子皮 那个操作方法差不多 就是中间尽可能的让它厚一点 然后边呢就是薄一点 这样你捏合的时候会比较好 嗯 因为皮还是比较软的 所以就比较容易包 对 就是把它收口 嗯 就是我们不要用像包包子一样 这个把它捏起来 我们要用这个虎口收口的这个方法 对 用包包子的方法 因为是不是底部就会比较 它底部就会很厚 嗯 对 用虎口包的话就会比较均匀 这个多余的面团 我们可以把它拆下来 嗯 那这样一个鲜肉月饼就制作完毕了 然后我们把它压一压平 嗯 好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品尝我们美味的鲜肉月饼了 嗯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制作了9个了 放在这个烤盘 带着烘焙纸的烤盘上面 然后我现在已经把烤箱预热到180度 嗯 那为了我们的这个鲜肉月饼成品出来更漂亮 更正宗 对更有食欲看着 嗯 那我们现在给它进行一个美化啊 我们先用这样的这个 食用色素 食用色素 红色的 嗯 红色的 然后给它上面装饰一下 鲜肉 嗯 我们把它敲上去 哇 哇 好漂亮 很有领导的感觉 嗯 好 我们现在就把它送入这个烤箱内 嗯 然后25分钟左右大概 我们看一下它的状态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品尝到我们美味的鲜肉月饼了 出炉了 我们的鲜肉月饼非常的成名 骨骨的非常的漂亮 烤箱这个呢 要根据这个 每个家庭的状态 对烤箱的情况 然后来调整它的温度和它的时间 见证我们这个 纯果 鲜肉月饼正不正宗 好不好吃的 时刻到了 哇 酥皮 非常的酥 我切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 你看起酥起得非常好 这个分层的这个酥就是效果已经很好了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大包酥的效果也是非常完美的 嗯 尝一下吧 我们来尝一下味道 哇 我觉得我们的月饼是我吃到的最美味的月饼了 我要再吃一个 没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吃一个 哎呦 实在太酥了 嗯 还冒着热气呢 你看看 很酥 非常的酥 嗯 感觉上也不油腻 嗯 这个肉质也是非常好 然后酥皮虽然是大包酥 但是我们的这个分层已经做的非常的完美了 嗯 之前我吃过有些鲜肉月饼呢 就是酥皮做完吃完之后会感觉有点油腻 嗯 但是三里教我们做的这个酥皮呢 嗯 很非常轻盈 嗯 感觉上一点都不油腻 对 就吃多五到十个都没问题 里面的馅的肉质是口感非常的多汁鲜嫩的 嗯 它的那个酥皮非常的起酥 然后摇起来软软糯糯的牛肝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鲜肉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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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